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欢迎来到课程理论研究 我是黄玉文老师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 这一周里面最后的部分 我们做了 学习重点的归纳语题是事实上 二之一之七 本周的学习重点是归纳语题是事实上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本周的主题是第二章,课程理论研究典范 那我们今天来到说,那发展典范,强调说课程发展的那个重要性 包括内容跟程序的那个课程理论的指引的指趣 那主要是关注说我们可以按照人家的那个什么标准化 人家怎么规定目标,怎么设计SOP流程去设计课程 这是他们里面着重了怎么去做绩效、考核跟评鉴 他们着重了点这样 看一下第四周,那我们第一个重点是在于说 根据派人的观点,发展典范的课程理论 主要分为那个传统主义者所主张 比较像官僚系统或是说一些凭证专家或是科学管理的那种观点 其至于课程具体不断变化的任务开发、设计、实施跟评估等等课程发展与设计的工作 主要关切的问题是说 那我们今天要发展一套课程的话,那什么知识最有价值? 因为不可能说学校所有的知识全部都教嘛 一定有所取舍这样子 那录一些东西就等于会排除另外一种东西 那我们如何去挑选说适合在我们学校里面 应该在我们学校里面教学的东西才能够让学生学到的东西这样子 第二个是说,原来就是说 然后巴比特里面,前面那个是冰赛所提出来 后面那个巴比特提出来说,那我们如何有效的去编制课程 如果去选择说除了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之外嘛 如果挑选说这些知识属于人类的哪些 是不是哪些成人啊,或者是哪些职业适用的领域呢 巴比特认为是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去分析出适合的目标这样 经过筛选,然后去透过访谈啊,透过调查啊,然后在某些社会领域里面表现最好的人 他做哪些事情,把这些事情化为目标,做为我们引导编制课程的依据这样子 然后做好科学的那种管理跟控管这样子 他讲说那个什么,学校就当工厂,老师就操作员,然后学生就原料 那课程就机器,怎么让他原料送入机器之后出来变成一个有品质 管理的那个什么,品宝的那个产品这样子 不管是被拼默示于人性啊这样 然后第二个重点是迈入国民教育时代里面 大学代表曾在1828年讨论大学教育应该放什么东西而言 他们觉得说有哪些是共同的必要学习科目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早期大学里面是很多大家私立所开设的嘛 但到时候可能现代化里面可能会涉及到那传统的学科 所培养出去的学生是能够引引现代化的需求 所以他们出版成一个耶鲁报告书 那主要是重点在于说 人文教育还是旧教育还是说新教育之间的冲突 主要是最后结果里面看起来 好像也还是以强调传统人文教育跟博雅教育为主的那个论述为主导 但是也凸显出社会与会者不同的立场 有些人觉得说不能够只是偏向保守 一些新兴的看法 新兴的学科 现代化的学科应该有价值被拉进来这样子 后续中学小学里面有那个那个委员会 从那个大15人10人然后几人议员会里面去讨论说那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一些问题 哪些领域必须要放在那个学教课程里面做规划 第三个重点里面士兵赛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 提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问题 他认为说 现代化的社会里面 然后不能够像传统一样 只有知识分子嘛 也许是上游阶级啊 出去不用工作 也许风花雪月啊 学习七一啊 那些文科东西就好了这样 学识源博这样子 他认为说 那现在的课程里面 我们刚刚教小朋友实用嘛 饿了会穿衣服 然后饿了会吃饭 饿了会穿衣服 然后会那种懂得照顾自己 照顾家人 照顾社会这种 懂得娱乐这样子 他认为说 应该奠定在科学基础底下 远比文学类的知识各种价值 而不是那种表面的功夫而已 所以我们看得出他 呈现出一个实用主义立场 基本上他认为说 科学是最有价值 是比起人文来讲的话 他认为说 科学里面又可以分成 从科学角度来看 有五个顺序 可以作为我们那种 最有价值知识的排序 他认为说是相对而言的 第一个与自己直接相关的 懂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心灵健康 第二个与自己间接相关的 懂得知道说去谋生 或者说可以过更好的生活 那种努力 一起用科学去建筑 去做医疗 去做私培 去做一些 新兴行业的那些 推经营 创业这样子 那第三个是照顾好家人 照顾好子女 那种亲子教育 或者说幼儿教育 这些价值 然后最后有第四个 如果变成有公民教育 公民素养 都会参与政治活动 最后一个是先天下之 有而游 后天下之乐乐 秀称其义满 然后那种 秀称其家 曾经正义 然后秀称其家之国 最后平天下 然后最后先天下之 有而游 后天下之乐乐 然后最后来 艺术休闲 当然他认为说艺术休闲 里面背后也隐含 科学的原理 像一幅画里面 透视法比例 黄金比例 这些东西 都会运用到一些科学的原理 或者像你看雪 看雪也许白白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 拿显微镜科学的东西来看 还可以看到 结晶的那种结构之美 这样子 那么第一个重点 施并赛主要是探讨 什么知识最有价值 那泰勒里面 只基于进步主义的经验里面 但延续着巴比特 然后乔勒斯 行为主义 或是商代克 那些人 或是贾德 这些类化之类的想法 他参与八年研究 进步主义主导的经验 写出课程发展与教学的基本原理 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 他创造了有效进行课程发展的目标模式 提醒我们进行课程发展的时候 必须要考量有关于说 那学校应该决定哪些目标 拟定哪些目标 适合学生学习 那应该根据目标选择哪些学习经验 如何去组织学习经验 最后是如何去做课程平坚这个问题 他另外也是强调说 我们写目标必须要具体 外显可观察的这样子 可以类化的这样子 不过后续 后人把他那种目标 变成那种线性循环 一些变形这样子 不过他也带来很多目标的模式的变形这样子 也是促成了行为主义 行为目标运动的开启 就越写越细啊 本来他觉得说只有主题 行为跟内容而已嘛 开始想到情境啊 标准啊 条件这些东西 那后续也是衍生出不如我们的 认知情义技能不同领域那种 动词啊 行为 行为展现 或是学习表现的那种 内涵的分类那样子 但是上 我觉得说 发展点半的课程理论 我们写的直音直去嘛 直去的意思就是说 那他追求什么兴趣啊 他主要关切 那课程理论 他这套的课程里面 这个点半的课程理论 他关切课程哪些问题 我们看出来也许着重在这两个点 什么知识最有价值 跟如何有效的编织课程这样子 这是教什么 如何 要教什么 要课程要安排 让小朋友学习什么 那我们如何去安排 这种 好 大致上 我们这一周的学习重点 就大致上这样子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的呢 好 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这个部分 就暂时告一段落 谢谢大家 拜拜